再來呢 這個叫做 白尾 長這個樣子 白尾長成這個樣子 這是白尾 這個白尾這個藥呢 是 神龍邊草心裡面的 涼血退熱的藥 這是白尾嘛 諸位在讀神龍邊草的時候 老師那麼多藥常常重複 這個不容易記起來 不容易記起來是正常 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後面講處方的時候 增加藥進來的時候 你看多了就會 以後就是你不要刻意記它 刻意去背它反而會忘掉 你用多了自然還能記進去的是 永遠不會忘 所以你記不得不要慌不要緊張 我們沒有考試不要擔心 我考我自己到時候給你看 我考我們自己 待會我們帶領床給你們看 這個白尾呢 它本身是涼血能夠退熱的藥 那 這個使用的時機呢 如果一看本草心的原文寫的 他說這個突然中風 深熱 肢滿手腳都脹滿 忽忽突然不知道人 這不是人 或者這個狂惑 人都認不清楚了 那味道是苦 鹹 看到沒有 性味是苦鹹 苦味的藥呢 能泄 能夠煎 鹹味的藥呢 能夠供 能夠軟煎 那性貧無毒 陽明充賣任賣的藥 主要很少看到這個 他突然 他會寫這個藥 是哪一條金 對不對 這裡特別著名 特別著名 充潤的藥物 好 那 這個 主制呢 好 凉血退熱 這個 最主要是 裡面 內 好 這個 血 我們所謂 這樣子好 這樣講好了 凉血 為什麼我們 會要去凉血 血 當你血太熱的時候 血熱往上一直冲 冲到臉上 整個紅了 終於叫做血熱 那 那個老子 那個臉上 脹轟轟的血熱 我們就要靠 涼血的藥 中文 我們 中醫這樣講話 西醫可能說 你看他血壓 整個沖了腦部 人快昏厥了 對不對 能夠把血壓 降下去 白微 但是我們不用 西醫的話來講 因為 有的人是 臉上沒有紅 也是血壓高 所以你如果 定名以後 就不好 老子以後 只要血壓高 就用白微 你錯了 他不是對 每一種都有用 對那個臉 脹轟得很厲害的人 效果最好 血熱 那普通呢 一般來說 我們這一千到三 兩千都可以 你看 本草上面說 本草跟我們說 他是中風 不知人 不是人 通通可以使用他 因為他 能夠把血熱 降下來 血熱降下來 那兩血的 針刺的手法 比如我們百慧放血 十軒放血 針下永泉穴 都是兩血的方式 人中 都是兩血的方式 所以治療 中風的處方裡面 大家可以放 這個白微 抱歉好 白微是188 認證一下 認證一下 好